所以有些人認為壓力是百病之源 很多很多慢性疾病都是壓力造成的 那所以像平甩弓 那就是一個非常珍貴的一個方法 能夠化解這些壓力 我叫郭伯昭 那我是現在是陽明大學的 腦科學研究所的教授 那我的學經歷背景呢 我是醫學系畢業 那也畢業快30年了 然後我還真的當過醫師 但是當了非常短暫 我是當了兩年的醫師 那後來發現我真正的興趣是在做研究跟開發 那後來就把醫師工作辭掉 回到學校專心教學跟研究 那我的研究領域也蠻 專門的一個領域就是睡眠 那為什麼會研究這個題目呢 因為我本身從小就有睡眠的問題 其實有時候失眠還蠻嚴重的 其實我想 嗯 有失眠的問題的人 不在少數 那 其實失眠 它有個最大的原因 就是壓力 那壓力的來源 現在 現今社會呢 是無所不在 那 譬如說我每天用的手機 接 每接個LINE的訊息 看起來是小事情 可是呢十通訊息 一百通訊息 然後呢 一天十天百天 每個訊息都是小小的壓力 光讀訊息就會造成你心裡很大的壓力 那這些壓力呢 到最後 反應的結果 一個就是失眠 另外呢可能就是 高血壓 可能就是心臟病 所以有些人認為壓力是百病之源 那很多很多慢性疾病都是壓力造成的 那 所以 像平甩弓 那就是一個 非常珍貴的一個方法 能夠 化解這些壓力 那 當然我自己本身有練平甩弓 那我也鼓勵我母親練 那當然我沒有接觸其他的殘坐 有其他的氣功 其實我這些 這些弓法都有一些共同的特性 他們都是利用氣的一些 方式 然後呢可以 讓你身體 進入到一個比較紓壓的狀態 然後比較放鬆的狀態 就相對之下 拼甩弓算是我 我所知道 最容易的這種氣功的 的手法 的方法 也是最容易普傳的方法 真的是覺得是如獲至寶 因為這個氣功到目前為止還是一個非常神秘的 一個 一個 一個學 雖然他流傳了很久 可是 以我們做研究的觀點來講 要把它量化 科學化 解釋它的機轉 還非常困難 那尤其氣功非常非常多門派 每個做法又不一樣 光學一個就要花很多功 拼甩弓我覺得是非常 它是非常神奇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 像我們是在做 我在做睡眠 在做壓力 一天到晚在面臨壓力的問題 對我講 其實壓力有沒有解決的方式 有 吃安眠藥 睡著 那就最快的方式 不過那個其實是靠藥物的方式 如果說你一個人不靠藥物 要靠自己的方式 解除壓力 請你 不要胡思亂想 哇這個有時候真的是非常困難 叫一個人不要胡思亂想 有時候 反而是最困難的事情